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口气还真不小 兄弟们 上 几年未见 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不错 你叫萧嫣 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 萧嫣 小心一点 他很强 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 为了通灵白虎 此灵物 能免疫前方迷阵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 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我对你的白虎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 白虎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我王尘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尘 王尘哥的王尘 萧嫣 要不将白虎给他吧 传闻着王尘 生性是杀 实力早已在斗黄巅峰 放心 好 有破裂 不过 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 实施杀 实施杀 小心 有啊 这王尘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逆魂正好压制他的暗术性斗器 难怪能让唐营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做放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 调理你的伤势吧 嗯 嗯 这次 多亏你出手相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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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抢手如鱼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一来老师 想要变强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一点也不熟 你在的话我也能省心不熟 那走吧 快到迷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嗯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著名 士经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士经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组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士经蜀族占据齐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士经蜀族占据着地利 看来士经蜀族确实不宜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 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迷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这是 黄尘 黄尘 这是哪儿呢 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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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颜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可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啊 白虎 白虎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救星窦华 救星窦华 靠近十米范围城 杀 八明都活 若朕要动手的话 即便是萧嫣 也要赞避风亡 初衛 血痰机缘就在眼前 错过了就得再等三年 他能量再大 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 对 你再一起上 还物在这女人身上 白虎是我的了 你先进去 我在您这门口等你 拦住他 拦住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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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痰机缘 是浪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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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手段挺狠的 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道宗 这天魔山不是实力过强者 不能进出吗 莫非他是 晚辈萧嫣 拜见诗经蜀族的前辈 啊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丹 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无怪 嘿嘿 小家伙 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觉得顺眼 没事儿 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老夫名叫金谷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炼药师 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 实在是稀罕哪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虎 通过迷阵 不成问题 多谢金谷前辈 嗯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迷阵果然棋手 好 是我 这迷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虎隐用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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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上四个名了 没想到 今年四方阁同时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来 请诸位做好准备 旁观即将开始 果然是高看他的 是 抱歉 来晚了 希望没有耽误闯关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巧 不认识 我只知道 又多了俩人抢那四个名额 不过 这小子看着挺变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凤雷北阁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勤了他 老夫侍金蜀族组长 金石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 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律着实际上的蜀巢阴波 顺利抵达山顶 便算通过 啊 蜀巢阴波阵 这 蜀巾蜀族的阴波攻击 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是今蜀族最擅长的 就是阴波攻击 能无视斗骑防御 如此庞大的阴波齐发 恐怕斗皇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阴波攻击 倒是与师傅最近阴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你手指 你看 他们少了 金石前辈 画骨门狐牙 狐城 前来闯关 银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他俩的实力 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这是什么 完成是我们 估计下场也不会跑得翻 这阴波阵果然极瘦 待会儿你用斗骑堵住双二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阴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二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我 阴波斗骑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